我们这里市的政府部门给我老公发的感谢状 我们要上幼儿园了 好几天没上幼儿园了 一直在家里边玩 电车看看有没有电车 电车马上要来电车了 电车 嗨到幼儿园了 今天要开开心心的 不准哭 老师领着进去的时候能不能不哭 把我闺女送去幼儿园了 又去把那个花送给社长 又拿回花了 今天我好像又得加班 最近这个耳朵这个地方有点不太舒服 上这个耳鼻猴来看看 现在这不是特殊时期吗 基本上就是有车的话 大家还尽量在车里边等着 就不出去 不上那个医院里边等着 我们这里吧主要就是这种 私人小诊所比较多 耳鼻猴是耳鼻猴 小儿科是小儿科 妇产科是妇产科 都是个人经营的小医院 除非就是你有什么特别大的 就是症状啊什么不太好 这种私人小医院看不了了 他们就会给你开一个介绍信 你拿着介绍信 去那种综合的那种大医院去 正常我们好像就是 像我耳朵不太舒服 就不可能跑到那个综合大医院去 没有介绍信去不了 就只能先来这种小医院来看看 小医院看不了的 再往大医院去 自己单独去不了 又不知道排队排了多长时间 在外边几辆车 十几辆车 应该得等个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现在真是 一上医院去看个病 真花时间 不过我们在这里边有保险 好像报销完了 自己之后 花不几个钱 这个时间浪费不起 有老多事情要干了 缝纫机的活 然后我今天我这个车 我今天我的车还有点减 本来约好了上午去 上午先去看看 耳朵这个地方 缝纫机的活下午 前两天买的柿子 还有刮刮皮 把它晒起来 晒点狮子饼 到年底 给公婆上坟 或者是家里边上供那个地方 到年底我们都会摆个东西 里边放个柿子饼啊 糯米饼啊 所以明年我都会晒点 昨天晚上一看 鱼一个柿子 柿子都软了 这里边挤的都挤碎了 那些赶快也得赶快晒吧 这不晒都软和了 我上午去做了检查 就左边这个耳朵有点 反正不舒服 感觉听的东西 不是那么很清凉 去做了检查 说我耳朵没问题 就是说我压力大 说我睡眠不足 拿了点药 回去吃一个猪 看一看吧 可能是我也是 太累了 睡觉睡得不好 不够 一天也就睡个几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左右 四五个小时 所以大家也要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 别像我一样 要吃好 喝好 睡好 不要想那些不好的事情 让自己的心情开开心心的 真的是自己这个内心 要强大 让自己内心是开心的 不是那种厌暗潮湿的 真的有时候我就会经常想 同样一件事情吧 你心里边是阳光的 你看在这个事情 你就是往阳光的一面走的 如果你心里是阴暗潮湿的话 你看这件事情看的都是那种阴暗潮湿 发霉 发霉长毛的那个方向去走了 真的是跟自己的这个思想 跟自己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真的 我们一定要正能量 不要想那些不好的事情 把那些不好的事情给它分散了 今天去给我车做点解的 就是定期吧 这个车定期的 它会给我换换什么汽车 换换过滤网啊 换换什么机油啊 什么的那些吧 但是新车的话 每次定期的点解呢 就不用花钱 然后还和老杨约了一下 老杨还给我了一盒点心 不知道这家伙从哪弄的 别人送它了还是咋整的 我看看里边是啥样的 里边是这种点心 看起来就好吃 怎么地不得一个一千来日圆呢 有这个葡萄味的 还有这个柠檬味的吧 给我供供婆婆放点 供供婆婆也吃点吧 我给你20年购买了 20年前购买了 我去接我闺女放学了 到家之后一看桌子上有个好东西 我老公在刷碗呢 给大家看看啥好东西 你得给他撕下来呀闺女 我老公收到感谢状了 公司给发的 有一些信息我就不展现给大家看了 我就盖一下吧 我老公公司给发的感谢状 给表起来了 就是我老公可能对公司 反正也是跟我老公努力有关系吧 这次不是接受考试吗 合格了什么东西 反正是自己考试合格了 也对公司 也对公司有一些贡献吧 所以公司给发了这个感谢状 还给的奖金 也不知道奖金多少 拿出来看一看 这个状是带这个钉子 可以挂在那个墙上的 我给你都弄出来 你可真忙活 给的这种卷 给的这种卷 虽说不多吧 但是心里边也挺高兴的 总比没有墙 这也说明公司对我老公的 一种认可吧 拿那个卷可以去买东西什么的 虽说不多 但是心里边也挺开心的 所以我老公 觉得自己能得到肯定吧 谢谢就给妈妈一张 因为阿安他个优秀 我刚才搞错了 我以为这个感谢状是 我老公的公司发的 其实不是 是我们这里的市 我们这里市的政府部门 给我老公发的感谢状 不是公司 奖金是公司给发的 那个感谢状 是我们这里市级的政府 给发的这个感谢状 感谢我老公 这些年的 一些什么 贡献呢 和地域的一些产业的振兴 贡献 多年的业绩吧 感谢啥啥东西 就这么个意思 反正就是感谢了 我觉得还是我老公 我老公我还不理解 为什么政府部门 可以给他发这么一个 感谢状 其实还是说工作认真吧 一些工程什么工作 挺负责任的吧 是哈 就是 哎呀我们就是个平凡人 也没说想要怎么怎么地 就是自己想好好生活的 我们就是平凡人 我这个拿我洗大油 今天买了一个垫子 是带插垫的 把它放在我们 这个榻榻米的房间 坐上去暖和它 像电影毯一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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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闺女和我老公 也上去睡觉了 我又开始加班干活了 今天拿回的活 一点没干 现在9点18分吧 刚刚睡着 我闺女 我老公也上去睡觉了 这两天 她也挺忙活了 我老公可能有老多话 想跟我说 你说我这忙忙活活了 也没和她好好交流 就没好好听她说说 可能是 反正是 光一个就是说 哎呀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要给我发这么个奖状 爱理说 我这样的 好像够不上等级 其实我还在行 他努力了 是不是 工作上也比较认真负责 那个感觉 最起码不偷懒 然后呢 也积极学习了 有一些人会说 哎呀 这么大小孩 还去考试干什么 年轻的时候干什么了 哎呀 其实你想一想 年轻的时候 也许没有这个想法 对不对 不够成熟 再一个是了 那时候结婚了 生孩子了 就是为了挣工资 养家糊口 对不对 也不容易 哪有那个心思 光忙着去挣钱去了 早出版规 也许都没有时间 陪着孩子玩 哪有时间 哪有心思去考试 这不是现在岁数大了吗 自己也 思想成熟了 也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自己想要什么的 如果有余力的话 那就考试嘛 自己想干就行 加油 我会给你帮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